区区一条虫子 也配用来与我一战 徐扬显然有些动怒了 这一人一蛇 没什么别的路数 就是凭借改造环境 创造那点可怜的优势 来与自己消磨时间 徐扬掌中一斗 硕大的太极图腾 徐徐演化 自身外撑开一道 无比纯粹的清明空间 永恒神剑当空飞起 在徐扬灵力催动下 释放出了数不清的剑芒虚影 只是这一次 徐扬的攻击 并未锁定鬼影修罗 而是对准了他背后这条大蛇 云影千光斩 一声爆喝 徐扬一怒惊天 千百道剑痕瞬间锁定 修罗背后的大蛇 恐怖的杀器 几乎将大蛇完全锁定 任凭鬼影修罗施展献计之法 想要将之召回都难以成功 我徐扬要杀的人 还没有一个能挣脱的 受死吧 这一剑乃是徐扬第一次使用 专门对付那种肉身庞大 目标明显 而且移动速度并不突出的目标 多番剑里千百次进攻 可想而知这大蛇会是怎样的结果 蛇王 鬼影修罗盛怒呼喊 然而他却发现 自己这蛇王已经完全失去了动作 破 徐扬一声轻呼 巨大的百毒蛇王 肉身化作千百道破碎的肉块 轰然倒塌 让人震惊不已的是 这大蛇肉身崩碎后 竟是连一丝血水都未出现 凌冽的剑锋 已是将大蛇的血脉完全冰封住 每一道血脉缺口 都凝结着凌冽的冰渣 我的天 太恐怖了吧 这样的剑术要是打在人身上 估计分分钟将目标剁碎的节奏啊 龙王越看越惊惊 倘若自己不是有龙族繁族血脉 估计当初在原阳帝国森林里邂逅 自己就是这蛇王的下场了 斩杀了百毒蛇王后 鬼影修罗又一大依仗 也被徐扬彻底镇压 终于 这个体内封印着龙原之力的家伙开始暴走 瞳孔中森冷的绿色 也在这一刻凝生出一道猙獰的血红 你找死 歇斯底里的一声怒吼咆哮而出 空间内肆意狂暴的灵力波动不断爆发 似乎整个屠龙战场 都随着这一声凄厉的哀嚎躁动起来 不好 这是要破如肚结境了 强行引动体内完整龙原之力 为了战胜老大 这家伙是要不顾一切了吗 龙莽吓得直接窜到了女帝怀中 虽然这或幼小状态像是个宠物 可毕竟能够口吐人言 属实是让女帝心里打了个哆嗦 怎么办我的天 老大他真的还能扛得住吗 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杜结境强者呀 当这股力量完全释放出来 鬼影修罗表情更加猙獰了几分 身体外一道淡青色的龙魂浮现而出 将他的肉身裹住 龙气外放 肉体呈现半虚空化 都是杜结境配合真龙之力独有的标志性特征 仅仅只是傲力虚空一动不动 女帝和龙莽都能感觉到 那压迫性的力量在颤抖 连脚下这金色光环 甚至都有崩溃的可能了 终于要开始认真了嘛 你应该还有龙化后的神器吧 统统使出来吧 让我看看 你到底能将这股力量 驾驭到怎样的程度 徐扬说着 永恒神剑猛地飞出 但却并非朝着鬼影修罗一方进攻 而是飞回到了下方女帝的身边 作为庇护 同在这一刻 荒天无极梁把神器幻化而出 守护巨龙的力量也浮现出来 讲真 徐扬体内的真龙之力 同面前完整龙元释放出的龙力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光是龙旗外放后的姿态 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毕竟地灵内的龙元 被徐扬分成若干分 而鬼影修罗可是一人独享 不过这家伙毕竟不是完美恋化 仅仅只是容器载体的状态 况且自身底蕴方面 鬼影修罗跟徐扬肯定是没法比 两相抵消 对方纵以示 掌握了拥有杜结镜的实力 也不见得一定能够凌驾于徐扬之上 来吧 酣畅淋漓地战一场 两道身影同时冲向对方 就在此时鬼影修罗也亮出了两把毒龙刺 正是沐浴过真龙之力后 从本体当中抽出来的神器 荒天无极和毒龙刺当空对撞 能量极致再次提升一个档次 这一次 女帝身外的守护金光轰然破碎 好在永恒神器自带的守护剑芒 发挥了作用 为下面这一人一舌抵去了大半的冲击力 妈的 要再这么打下去 估计这两个人 又将这战场完全毁掉呀 龙王无奈之下恢复了人形 本能地守在女帝面前 不过龙王人形后的模样 活脱脱像是个小跟班 同徐阳宽厚的背影相比 实在是有些没牌面 你也有真龙之力 鬼影修罗有些吃惊 刚刚这一波对撞 纵然使出了权力的修罗 同样没能占到便宜 哼 我虽无完整龙魂护体 但我这荒天无极神器 却比你这毒龙自要更胜一筹 这场对抗 你仍旧占不到任何便宜 那就看一看 是你的功法强 还是我鬼影修罗的杀戮之道 更具威胁 看得出来 施展全力的修罗 似乎找到了当年巅峰对决的感觉 只不过转瞬六千年过去 如今的徐阳 实力比起当年的慕青天 可要强了太多 两人若两刀肆意飞窜的流星 在半空中激烈冲撞着 各种强大功法不断轰出 直阵的背后燃血神庙 不断降下灰蒙蒙的闭环灰烬 脚下战场地面 从时至终都在轰震个不停 要不是这屠龙战场足够坚韧 这种承诺的对决 必将掀起万丈狂澜 动辄便是毁天灭地的摧毁力 太可怕了 最终一波对撞结束 鬼影修罗浑身充满了伤口 徐阳这边虽没有受伤 但血痕和灰烬的附着 也让他显得极分狼狈 修罗奥义 无尽黄昏 鬼影修罗终于打出了 自己的至强奥义 刹那间 他背后幻化出一道 硕大无比的血色骷髅 那骷髅空洞的双眼 以及血盆大口中 同时孕育着三道森绿色的剑芒 头顶上方幻化出了 血红色的恐怖异象 糟糕 到了杜结境这一层次 修饰施展奥义 都会一定程度上 借助天地之威势 让自身的功法力量 得到质的飞跃 此时强大如徐扬 也忍不住微微促起了眉头 你的奥义很强 这一招一旦发动成功 杜结境以下的任何人 都将灰飞烟灭 徐扬淡漠开口 然而仍是不曾在他瞳孔之中 看到一丝一毫的慌乱颜色 你既然知道厉害 还不快快跪地求饶 我很仁慈的 只要你跪下喊我一声 爷爷 我会留你一命 让你苟延残喘地继续活下去 鬼影修罗开始扮演起 上位者的角色 狂刷之前丢失的存在感 毕竟这场对抗 从头到尾 他都是被动挨打的一方 还将自己的献祭魔兽搭了进去 终于熬到现在 鬼影修罗可终于牛逼一回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 抱歉啊 我都还没讲完 虽然这功法威力十足 但发动它的过程中 你的灵魂力需要百分之百的集中 这也意味着 如果我成功完成防御 甚至是发动一次反击 失去了献祭魔兽这场底牌的你 必将毫无反抗的可能 魂体遭遇重创 你就再也没有掌控这具身体的机会 修罗面色一致 显然他没想到如此危机关头 徐扬还能这般冷静地 分析出敌方的破绽 哼 就算你说得对那又如何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活着吗 修罗到 杀 背后血光修罗绽放出了 最为凛冽的绝命杀机 刹那间 骷髅瞳孔中的两刀剑芒 同时融合进下方口中的主剑之中 那剑刃如同这世间最为闪亮的银色宝石 通透地令人窒息 而这道银色 便是最为恐惧的杀戮气息的完美融合 银刃的表面 渐渐浮现出徐扬淡淡的魂印 那是最终锁定目标的核心环节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锁定 再强大的敌人 也没有躲避的可能 给我杀 修罗面如指色 就如同徐扬所言 这一道杀法奥义 固然将威力提升到了极限 能够泯灭杜结镜的一切对手 可同样 极致的毁灭力 正是将灵魂力燃烧到极限为代价 除了歇斯底里的搏命一击 鬼影修罗别无选择 女帝双手紧紧钻成了权壮 无奈 自己根本帮不上分毫 以她元神大元满尽的实力 现在就算充当一个观战者 都已经是极限 若非有永恒神剑守护 她孤零零地站在这战场的一旁 都会被荡开的气息鱼浪 撕成粉碎 当那代表着修罗到至强一击的 银刃飞出的一刹那 徐扬大佬终于有了应对的动作出现 我身记我道 行神无碍 造化无极 太极 如同远古神明降下的一道 泛音般的声浪荡开 徐扬本体渐渐虚化 背后凝生出一道 无比璀璨的太极图腾 这图腾光芒 比过往任何一次都要璀璨 正是徐扬如今能打出的最强一击 太极图腾 本就是徐扬跨入极境后 自行演化出的倒计法则 属于超脱大陆规则之外的力量 当本体全部力量融入道理之中 这太极图腾终于变得完美无缺 恐怖的太极图腾 每一次完成一个周天的旋转演化 就会滋生出一股无比浑厚的 道之气息的波动 如同一座山岳 带着亘古未灭的厚重威压 迎向对方 什么 这 恐怖的气息越发接近 鬼影修罗大惊失色 虽然自己的绝杀之力还没有冲上去 可光凭这图腾无比博大的气息 鬼影修罗就以自乱阵脚 银刃撞上图腾的一刹那 这足以泯灭巅峰强者的一击 就像是撞在了海绵上一般 瞬间变得柔软而冲透 这道图在一点点磨灭炼化这股力量 以自己独创的法则 潜移默化地分解这股 无可抗衡的绝杀之力 而在这志强银刃的面前 太极图腾却根本没有丝毫的损伤 亦或者说 没有达到与徐扬真正同一境界的对手 在面对他的道的完美形态下 根本没有招架的可能 当那银色光刃彻底崩碎 背后那血色骷髅 在徐扬太极图腾的道理波动下 迅速虚化时 鬼影修罗才终于意识到 同面前的徐扬相比 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这场对抗从一开始 结局就没有任何悬念 不是自己在给对手机会 而是这徐扬压根就没认真 当他认真起来的时候 悬念这个词 就将失去任何意义 女帝彻彻底底的被惊艳了 仅是这一战 徐扬这两个字就成了 女帝生命中无可取代的 封碑一样的存在 如果说之前的女帝 仅仅只是对徐扬充斥着 一些朦胧的好感 那么现在 女帝已经将徐扬当成一种印记 镌刻在自己的灵魂集点 让这个名字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 大口大口的鲜血喷出 血色骷髅完全寂灭的那一刻 鬼影修罗失去了一切 防护自己的能力 灵魂力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 整个人直接倒飞在神庙的立柱上 神庙的门户完全坍塌 不经意间 似是触碰到了庙门内的某种隐藏尽致 但坍塌下来的实力 阻挡了外面众人的视野 从徐扬和女帝的视角这边 只能看到大片的遮挡轰杂下来 虚空中 徐扬重新恢复本体轮廓 依旧伟暗的背影 似也多了几分虚弱和凝重 这奥义固然强大无比 也是徐扬很少使用的真正底牌 可一旦使用 对他的消耗也是显而易见的 鬼影修罗不要再挣扎了 当初若是没有你 晴天道宗一脉屠龙之后 远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走向寂命 是你六千年前就该面对的结局 空叫你流于世间这么多年 也该回到你的轨迹上了 你放屁 我命由我 何须你来指手画脚 就因为你比我强吗 我说了 就算是自曝 我也不会让你让沐晴天得逞 自曝 你想得到没 突然 神庙内一道无比强横的灰白色气浪 突然轰出 将鬼影修罗和沐晴天这同体肉身 完全禁锢 感谢观看